十月宁接連主演下一站幸福 以及最後決定愛上你等當紅偶像劇 以前從漂亮模特兒變成質感的年緣 但是我卻更喜歡這樣子的她 我喜歡跟別人一樣 今年她幸運更旺 一口氣揭曉防曬乳及沐浴乳兩支代言 防曬呢已經是一年四季都重要的課題了 那對於我來講呢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曬太陽 所以防曬對我來說呢 更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一門功課囉 巧的是 這支防曬乳廣告的廠商 正好是阮今天連續兩年代言的 同一個品牌 難道男友小天有幫忙推一把嗎 也不是我想應該是 廠商有看到平常工作表現很不錯吧 我覺得這些戲幫我帶來加了很多分 然後我覺得當然另外一半 我其實自己也蠻努力的啦 對啊 然後畢竟 我也十六歲就開始工作到現在 對 跟回家講了哭了 他們交往四年 因為小天爆紅 她也漸漸受到矚目 以往話題總是很難脫離一次 你有幫助嗎 有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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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 就是有時候女生 譬如說要下水游泳之前 大家不是都一定會去一起換裝嗎 那時候就是現在室內擦裝 他們擦不到地方就互相幫忙擦 如果她有需要的話 如果她有需要的話 她其實還OK耶 因為有時候擦了之後會曬得比較均勻 雖然還是容易扯上小天 但她也慢慢熬出頭 在今年一週刊娛樂大賞的 性感女性排行上 佔據第一 她趁機向大家拉票 一週刊的娛樂大賞 請大家多多幫我投票喔 一邊是陳透宇張哲林採訪報導